当局说 星期天晚间 加州共有14处起火 封筑火势迅速蔓延 我拉开窗帘 看到我们家背后的山上火苗乱窜 我当时就慌了 现在也很紧张 我们出去 看到有人在尖叫 火 火 快走 快走 火势迅速蔓延 救援人员只能帮助大家撤离 昨天夜里和今天凌晨 北部海湾地区和萨克拉曼多河谷地区 出现风速每小时80公里的大风 造成山林多处起火 封筑火势 大火烧毁了圣罗沙市的百货商场 医院和住宅 星期一夜间 大火烧毁了1500个私营货商业建筑 最大的火灾是以葡萄园和酿酒业闻名的纳帕郡 地方当局说 他们只能从空中灭火 对纳帕郡和消防队来说 当务之急是调来空中救火力量帮助我们 现在的情况是 我们无法从地面灭火 阻止火势蔓延 加州的国民警卫队也派人协助救火和疏散 我们已经部署了陆军和空中国民警卫队提供的三架医疗撤离直升机 将火灾受害者运送到加州北部的烧伤抢救中心 同时还部署了六架消防直升机 协助消防人员 我们已派出一百名军事人员去纳帕协助执法和疏散 加州州长杰瑞布朗宣布灾区进入紧急状态 州政府紧急拨款震灾 其中包括为成千上万名灾民提供临时住所 我们有医院需要撤离 也有特别护理设施需要撤离 这些都需要大力协调和大量人力物力 目的是妥善照顾需要特别救助或是有特殊需要的人 政府要求全州居民提高警惕 接到疏散通知后迅速撤离 VoA 维时报道